河南郑州一间医疗保健公司工作人员 扯着嗓子卖力宣传自家可加热的床垫 宣称躺在上面就能治百病 所以卖两万人民币约合台币九万元 非常合理 陆媒卧底调查 业者一家店一天就会举办十多场免费体验活动 不断向50岁以上群众洗脑夸大床垫疗效 还会自备道具 在做鸡蛋的时候 可以把鸡蛋里边的毒素给咱排入去 业者说用加热床垫烤鸡蛋 覆盖的锡箔纸会从银色变黑色就是排毒 还补充蛋黄鲜熟蛋白还没凝固 就是床垫热源的神奇能力 但这说法专家听来就是胡扯 为了赚钱 业者瞎扯做了科学实验外 还不断制造焦虑 有民众投诉 母亲被业者洗脑后 吵着借钱也要买床垫 但深入追查 这加热床垫只是用于辅助治疗的温热治疗仪 根本不具医疗效果 但业者靠着虚假宣传 洗脑打感情牌等手段 年收破上百万人民币 官方获报对企业展开调查 TVBS新闻 小明镇 李敏珍 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